F-35战机近日 F-35再次爆出一大丑闻,F-35能够将信息进行回传给厂家,严重威胁挪威国家安全。并且,挪威的F-35还暴露出致命的缺陷,挪威称之为史诗级错误,那就是F-35过于娇贵,需要恒温机库才能保存,否则隐身材料就会老化。 而挪威的机库,还没建成,也就意味着2020年前,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,某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。 所以挪威网友留言,希望某国能够帮忙解决F-35作为美国研制的第二款五代机。 作战能力是毋庸置疑的,毕竟美军是下了血本在这款战斗机上面的。 最初,美军打算独立研制这款五代机。在最初的定位中,美军要求F-35能够兼顾所有功能,这样各军种就能共同使用一款战斗机了。 虽然理想很美好,但现实却是残酷的。F-35战机内部弹舱由于各项指标过高,美军算了一笔账后发现,单凭美国一家很难单独支付这笔费用。 为了项目能够正常进行,美军想出让盟友也加入进来,联合研制这款战斗机的计划,并且开出了丰厚的条件。 各位盟友一想到能够直接获得美国的五代机,自然想都不想纷纷加入了计划当中。 然而,F-35实体机真正造出来后,美军与一众盟,又却开心不起来。 原来一架战机成为只有几千万,结果后来直接飙升到一亿一架,并且还在上涨。 对于这种昂贵的战机,各国也只好减少采购的数量,总不能让钱打了水漂吧。 虽然贵,性能好一点还是能接受的吗? 结果这个要求也破灭了,在测试中美国人就后悔了,F-35D战机还是由于当初的指标过高,各项功能都要实现,除直接导致价格标升外,还引发另外一个结果,那就是机体重大过大。 虽然F-35搭载了一部史上最强发动机,但接近30吨的机体,光靠一台F-135还是非常吃力的,这也导致其机动性大打折扣。 这样在空战中就容易处于劣势,如果遇上强一点的三代机,估计F-35都学了。 总体而言,F-35是美国为首搞出的一个坑盟友的项目,因为这种战机的功能只适用于美军,其他盟友都没有这么大的需求。 其次,F-35高昂的价格,也不是这些国家所能承受得起的。 美国为了自己的需要,极大拉大的F-35的造价,这才导致盟友们大都装备不起,结果这个项目搞到最后,美国自己也不是很满意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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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